一手扶着一手紧握 安抚着经历地震的恐惧 88岁的长辈是慈激志工彭玉莲的亲戚 现在最长者就是她 像顶部就像这个阿箭 老人家他就有受到惊怕 所以我们就一大早就先关心一下 看看老人家 老家受灾 彭玉莲和丈夫池燕廷特地参与清扫 池燕廷是台铁退休员工 感叹强震下连铁轨都扭曲 它蛮震撼的 因为以前是轻轨 现在重轨的又重轨的 那个耐受力又更强了 结果它还是变形的很厉害 地震威力让他们想起921大地震 当年池燕廷和张国东两对夫妻 都第一时间前往灾区救灾 那边实在是很严重 每一条路都碰起来 闭闭的 都倒了 他们那里的房子都倒很多 我就发觉到说 这次在918的时候 我们还要很庆幸 我发现感恩的心来这边工作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受灾 所以我们要赶快来灾区 赶快来帮他们护健 从921做到918 两对夫妻也从年轻做到了白法 踏入灾区复出 只为感恩 大海新闻 陈宜珍珍乐平 花莲报道 上山派 我们新闻